今天跟大家在AMWatt News說一宗財經新聞, 上市編號1314翠華控股, 即是我們大家熟悉的翠華茶餐廳, 公佈了它的業績, 半年是純利1441萬, 大跌了百分之七十, 其實看回這個業績, 我想都會令到很多人覺得, 是否經營茶餐廳無利可途, 或者那個賺錢能力就弱了, 這個我沒有答案, 因為事實上不能夠只拿一間公司的業績 去看整個行業, 雖然翠華也算是龍頭, 不過在這個業績公佈之前的一段日子, 其實我都有留意到, 在近一兩年之間, 有很多一些中大型的茶餐廳, 他們都突然間很活躍地在旺區開店, 在銅鑼灣、灣仔、北角、 軒尼斯道、英王道一帶, 近年都有很多這些中大型的茶餐廳, 突然間好像鼻里拔那大家爭著開, 他們每一間都有一些共通點, 就是他們不會開太細的舖位, 他們一般都會租一些二千呎或以上的位來開舖, 另外他們的食物質素我覺得不過不失, 但很奇怪,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品牌的殺雀, 但反過來講, 其實以前翠華最初大家都會很記得, 在他那裡喝的奶茶, 冰鎮奶茶和菠蘿包, 我都覺得是幾好的一些所謂必殺產品,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新開的茶餐廳, 他們又沒有什麼所謂主打的菜式, 去鎮住自己的生意, 那為什麼又會突然間大家都不斷開呢? 我想來想去, 最後都想不到一些在營運上, 大家突然看到一個南海的因素, 令到他們一起開, 反而我就會想, 其實永遠哪些人是資金最多, 而又最容易在同一時間裏面, 大家都願意投入一個很大筆的資金, 而是去某一個行業的呢? 我想想一下, 通常都是一些所謂油資, 或者一些所謂的基金, 那為什麼他們又會突然間, 會齊齊都會想著開茶餐廳呢? 那很簡單, 因為cash flow多, 而且能夠製造到一個大品牌, 有十間八間店的話, 是不是還有一些所謂的上市的機會呢? 再找多一筆茶餐廳營銷收入以外的一個龐大的利潤呢? 那在想到這裏的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是否想通了呢? 那當然這些想法是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的, 不過我就覺得這個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更加不會有無緣無故的錢一起投入同一個行業, 那究竟我的估計是否正確呢? 其實大家不如想, 你們又用下你們自己的智慧去想一想, 我今天講的邏輯, 有沒有什麼的穿漏或者破綻?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裏。